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nda 3月4日韓版终于发布了 不可三点清的更新预告内容 这次有不少新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在介绍之前 先来看看台版尽情的几项发布资讯 台版终于硬起来了 让我们来看看停权名单 三位 这肯定是在开玩笑的对吧 只能说用外挂的 一样继续用 跟我同个伺服器的就知道是那些谁了 甚至直接给官方明显的检举影片 而那些他们一样活得好好的 不是亲儿子就是相关人士了 不然就是我误会了 橘子其实是个佛心厂商 散播欢乐散播爱 对外挂也是无限制的包容 武器修正其实原本是韩版BOOK3.0 版本中的更新项目 但这次只能说是橘子的锅了 台版总是于更新内容中 锁定或魔改 这次翻船了 但还是老话重提 想知道最新方向 请先参照唯一的 韩版官方讨论区 顺带一提 台版目前大多是基于BOOK3.0的内容在发布 这也是为什么 穿上整套女王装备 不会发光的原因 因为这项更新在BOOK3.1中 3月5号台版官方FB跟官网发布满满的大更新宣言 诸如魔水晶雕像升级 鲨鱼场第二阶段经验等 这部分我有些想法留到结尾再讲 但在那之前 除职再除职消费再消费 会不会有其他内容呢 就有静观其变了 理论上新地图也该开放了 这边简单介绍台版提到的更新项目 魔水晶总共有三种 毒物、木光、深渊 以下方便讲解我都会用颜色加水晶称呼 纸水晶主要来源为单人副本 封闭的矿山 各难度入场门槛分别为 LB185、B99、220 进场需使用进阶的混沌入场卷 鱼链金台可将三张一般的入场卷 合成为一张进阶的入场卷 副本BOSS为魔像 攻击属性为火、毒、弱点是雷 进副本时会有字盲Debuff 官方有建议使用相关料理来增加可视距离 而纸水晶是用来制作T4装备的主材料 或者可以用三个纸水晶 以30%的几率合成黄水晶 失败就会爆掉的概念 黄水晶为制造T5 阿拉萨系列的主材料 黑水晶可以用三个黄水晶合成 或者在突袭、飞龙的巢穴、突袭箱中可以开到 用来制作T5 系列 水晶、门票合成、出现大成功都不会有额外产出 官方的文圈虽然是写上 只要挑战特定副本就有机会获得魔水晶 但放心好了这100%会有相关礼包出现的 课长请耐心等候花钱的机会 雕像升级系统 顾名思义可以用战利品月晕精髓升级雕像 让雕像可以提升到卓越等级 依据战利品等级不同提升不同经验 所以各位也可以开始收购一些便宜的战利品 之后可以加快雕像升级 而中级高级的月晕精髓商城也会贩售 另外官方有余辅助说明 升级时不影响原有的强化阶段 卓越只能透过升级无法制作出来 第二阶段经验 如果是我认知的那个经验功能 蝴蝶没地方花吗 你等等 直接跳版本不再演了 不可3.3才会出现的功能 强势登场 当你装备满足 1.强化加20 2.已经验过一次 可以再花跟第一次经验一样的费用 再次经验 大约可以提升16%的数值 以上内容都是先参照航版的资料撰写 台版开放跟魔改程度 请依最后台版发布为主 那来看看本周盘版更新的先行介绍 装备转换系统 依照目前的释出信息 是可以将特定的提示以上装备 透过消耗装备转换券 转换成同部位的其他类型 例如 笔手、转成弓、镀金手套、转成皮革手套等 并且可以继承原装备的全部能力 包含强化、改良、精炼、追加属性等 但无法将属性转化 例如雷鼠、转成火鼠 当然这道具价格上肯定不便宜 但比起重置花费的成本跟时间 对于想转换职业 或者有它指神装的玩家而言 倒是不错的配套措施 米尔坎塔的回归 米尔坎塔于韩版 2019年10月24号 不可1.1的版本中推出 可以依照攻略的陈述 获得不同的大量蝴蝶跟金币等 应该是当时游戏中最否新的内容之一 但也因为这样 被玩家各种钻Bug、漏洞 各种蝴蝶满天费以后 直接大boss 仅仅在推出两个月后 无声关闭 时至今日再造重申 将奖励也重新修正了 但会不会还是存在隐性Bug 就等待韩版玩家的反馈了 伙伴系统升级 将伙伴增加阶级的分类 并依照阶级不同 能提供不同的Buff能力 如果获取5个重复的伙伴 还可以升级该伙伴 这边我嗅到满满的克金味道 台版肯定把握商机啊 工会争夺 虽然我没能参加工会争夺 但还是讲一下 追加新的争夺地图跟Buff10项 Buff10项会随即出现在地图中 玩家必须透过接触10项 维持一定的时间才能启动效果 可赋予同频道中的工会成员 随机一种Buff效果 增加争夺分数的保底设置 在该工会获取1万分之前 该工会PK都不会失分 而后续每次PK的失分 最大上限设置为50% 地区占领的经验Buff调整 将2、3名的Buff效果提升 并将使动、北伐地、塔姆林的奖励修正 其他新增 因为有不少零碎项目 这边挑选几个跟大家分享 增加获取造型服饰的相关隐藏任务 但目前台版的武器外观系统 可能遥遥无奇 增加可购买的个人保存柜 这无法跟同账号的其他角色共用 竞技场准备时间缩短为3秒 反回卷增加1秒的冷却时间 工会NPC、贩售商品、项目增加 增加可制作、掉落的道具等 正式内容就等3月11号更新公布了 到时候有机会再补充未解释 或者调整的部分 最后来废话闲聊一下 游戏产品中 代理商主要负责为3大部分 行销、营运、客服 总而言之 游戏产品本身包含玩家的问题 并不在代理商会想主动解决的范畴 大多数是无限的回报原厂 跟拖时间的大法 所以玩家会有很多想法 为何不如何如何操作的时候 只能说长期的合作商业背后 比少部分玩家的意见更为重要 那些微小的话语权 远不及那些握有话事决策权的人 商业利益中宁可被骂几句 也不可得罪老大哥啊 目前在营运跟行销上 力道明显表现不足跟匮乏 讨论热度跟其他游戏 也有明显的极大落差 归咎除了本身类型的关系 也或许是不赚钱 不愿意再投入广告跟活动预算 这点我能深深体会啦 而一开始就不是课金导向的游戏 硬要伸出课金元素的方针 也难为台版营运的别出心裁了 虽然因此也衍生出其他问题 当然我认为游戏本身 还有些作为可以拉抬绳势 不过能不能撑到后期 还是摆烂 真不好说 台版目前都是将韩版的一致更新 拆解成好几项 来谋改跟选择性更新 一个彼此小的功能 也可以当作一个大更新的概念 不是当初创方协商的版本 规划有问题 就是原厂没了力做更新支援 只好附肩大法 突过一周是一周 或许台版这周 也是因为原厂无法如期更新 只好使出各种大预告 因为上次也是一段时间没新的更新 只好先各种预告来拖一下 不得不说 橘子的游戏操作套路 从我开始接触旗下游戏以来 都没什么改变 至于这样做有没有延续 游玩周期 我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 玩家是真的越来越少 看跟龙之谷新世界 谁先阵亡好了 如果两三年后 天堂暗 额约被原厂收回去 哈哈哈 各位如果想看 代理跟原厂的介绍与讨论 可以去看临时的频道 相信会有更多收获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最近也在看其他游戏题材 也欢迎各位留言推荐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